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开放隔间后,采光自然而然洒满整个空间 宽裕的动线更方便老人家互动 在风格和建材的设计上还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江湖主在云林老家的回忆植入城市居所 要如何满足这项需求呢? 这个家有一个味道 这个味道不仅是氛围 而是真的笔子闻到的味道 我觉得跟它的材质有关系 对,不错 希望让他们有一点点在以往乡下的那些回忆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 不管在触感上或者是视觉上 这些质感可以让他们比较有记忆点的 电视墙的材料 它其实是我们特别去客制化的一个木皮板 是 那目的只是让这样的木板 它可以呈现出一个比较原始 聚切过的这样一个木板的效果 它也是比较几何方向的一个纹路 对,它不像是一般的木皮 它只有单向的纹路 它还有纵向切过的这样一个痕迹 是 对,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材质延伸 让我们顺延到整个电视的这个背墙 跟阳台这边的墙 它其实用的是一种类似外墙的涂料 它是水泥吗 它不是水泥 因为水泥的话它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可能它的时效性或者会裂 是 所以我们是用涂料的方式 但是希望达到一个类似像水泥墙面这样的效果 电视柜也很特别 那是磨丝制吗 对 在早期的室内装修里面 其实磨丝制是被大量使用的一个素材 是 那我们也会希望可能 藉由这样一个素材呈现 让我们整个对于材质的诠释可以更加完整 在很多传统的老房子里 我们可以看到熟悉的摩石子地面 摩石子台面 或摩石子桌面 它们是老房子里最执着的纹理 但在现在的室内空间里却十分少见 设计师保留建材最原始的面貌 用通信砖来作为隔间墙 呈现出在乡村里的自然朴实感 而大片抛光地砖 自操的原始触感 则诠释出类似摩石子般的复古氛围 这一间多功能房 尤其是一个客房来说 也是木皮 也是可以看到直接的那些木头的纹理在经历 其实是山木皮 在早期是比较常在那种小木屋可以看到的 这样的材料会比较让他们有过去的一些记忆 除了氛围之外 是真的有一些香气 没错没错 我们会希望除了在空间的氛围营造之外 或许我们也可以在人的感官上 可以更直接地去感受到这个部分 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房间的地板上 就选择了一个叫做玉檀香的地板 檀香啊 是真的拜拜那个檀香 玉檀香 对对 以前它其实是用来做浴缸的一个石木材料 是 那它这个材料它有个特性 就是它不需要经过任何涂装 它就可以直接这样使用 那它会随着时间 会慢慢地释放它自己的一个香味 老公 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这边我的天花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甚至我还故意把梁露出来呢 这个是梁 对啊 为什么不把它切齐 补平不就好了吗 因为这样子呢 我会觉得 第一个如果说我们去迁就梁 让整个天花板是同一个高度的话 天花板的高度会因此这样降了三四公分左右 这个部分拉起就更低一点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三四公分 我们也是可以去争取到的 能挑高就尽量地挑高 那第二个如果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刻意去把梁外露 那其实对于天花板的整个线条也许会稍微比较活泼一些些 会变成一个大块体在头顶上 是 那样的压迫感也许也会太重 所以那也是为什么当初没有把这样的夹板材料整个铺满的原因 了解 其实你随时在告诉我们这个屋子可以尽量地活泼 或者是尽量有它流动的氛围在其中 对我来说你要是不特别讲的话 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沟缝都会让我有深呼吸的一种感觉 没错 其实有一些设计的手法并不见得一定要是去做一些装饰的动作 也许只是一点点的沟缝 或者是一点点高度上的争取 也许就会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嗯 诶 如中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客厅天花跟客房隔间中间有一点点不同呢 你指的是那片玻璃吗 不是 其实那是一面镜子 那是镜子 对 不是穿 啊 两面天花板不一样 对 它是镜子 为什么 除了在空间上的穿透延伸之外呢 我会希望这样的感觉可以在天花板上出现 是 那如果说上面是个穿透材料的话 它的抓力可能就不太够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实体的隔墙 那你一旦是一个实体隔墙的话 玻璃就透不过去了 没有它的意义了 所以我们必须藉由镜子这样一个素材 让整个空间藉由反射的方式去做延伸 啊 这真的是一个魔术耶 猜都猜不到那是一面镜子 不像一般屋主需要大量的收纳空间 要怎么规划适合他们需求的机能呢 是我没有找到吗 还是这个家的柜体真的不多 是 收纳问题怎么办 对 它们的收纳的柜体的确不多 因为其实在屋主到这个年龄层之后 其实它们物件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像以往会这么的大 那当我们觉得只要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 我们会希望尽量让空间让开 释放出来让它成为是活动空间 是 对 那不要因为太多的柜体设置去压缩到我们的空间 主卧的部分呢 我们会希望它在里面的整个生活方式会比较单纯一些 所以我们在里面也没有做太多机能的布置 比如说也没有电视 也没有按摩椅 或者是说像书桌这些东西 对 可能我们希望只是一个很单纯休息的一个场所 那这样子相对的在生活的居住品质上可以比较单纯一些 那第二个我们会希望他们整个活动也是尽量在开放空间里面 怎么样的设计可以满足老夫妇平日的生活习惯 营造在乡下班的自在情境 我今天看到的是厨房这个区域 这个厨房很现代 厨房连着餐厅让我们想到一般所谓的乡下人家 不都是好比从最早的炉灶啊 或者是比较封闭的空间 因为我们华人的烹调房式都是炒啊炸啊很多的油烟 这样子一个空间 需要跟他们很久的沟通吗 是 因为很多人乍看这个厨房 会觉得它是一个现代的开放厨房 是很现代的 可是当我们去跟屋主做一个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像这样的年龄层的长者也好 他们其实真正需要的东西 已经不是关在厨房里面去做一些烹饪的动作 是 他们其实比较需要的反而是跟家里的互动 跟空间的感官的互动 我们就以为老爸爸老妈妈还在关在厨房里面做菜 可是现在其实是子女回馈 或是如果家里有佣人的话 他们更需要的事情是子女跟他们聊天跟互动 这也是当初要营造这样一个开放空间的最大目的 在做设计前 其实比较做多的动作法 是去了解屋主的整个作息状态 那这个部分其实会牵扯到更细微的地方 比如说像屋主是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那他在屋内的时候大概都是从事哪些活动 以真波波为例 他其实在家大部分时间他会蛮习惯看报纸 阅读 其实在乡下房子都一样 他们习惯在自己的自家前院 摆张椅子然后吹吹风 藉由自然的光线去做阅读的动作 那我同样希望这样的行为模式也可以在这里出现 那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 我们才去将我们的落地窗用景观窗的方式 希望将大面的景观跟大量的采光引进室内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沙发配置也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去摆放 让他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随时随地 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阅读情境 女儿在离开父母的避孕后 埋下了住所隔地的空间 让父母居住 进入客厅 扶植中的电视位置 看出了这个家的自由奔放 藉由公共空间的线性动线 给老人家一个宽裕场域 未来如果需要行走辅具的使用 也有足够的空间 再藉由重振窗框而规划的阳台 另外建材相互呼应 将外景和内景结合 而开放式的参除设计 符合屋主侵蚀主意 以及早晨阅读看报习惯 并整合次卧房和客用厕所门扇在临近墙面 并预留客房的机能性仙床 以备不时之需 进入主卧空间 平正的设计加上家具 选用软框材质减少碰撞 加强安全性 提升情境生活的居住品质 我很希望在这个家完成之后 让屋主在这里面 不会觉得大老远的 从云林搬到台北来 会有居住上的不适应 而是希望说 在这样的不同的时间空间下 他们也有得到同样的感受 不会有可能居住上或者 适应上的问题在 那也是希望这个空间能够 让他们在未来的五年十年里面 也可以像以往 他们习惯生长的那个环境一样 很自在 很没有压力 很舒服的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 还原材质的原始面貌 以环抱和回忆为名 在干净利落的设计中 自然凸写设计的存在 在自然感的大地色中 看到一种都市中的休闲情境 并创多角度的生活模式 无论是什么年龄层 自然都能安心而居 老虎也感到的 老虎看得很转 感到得很好 很幸福 吃到这些年龄 有点很幸福 现在很希望做一个夏天的风格 很猜死的 因为法国人很着重在于休闲 度假 所以我们就感受一下 法国南部的风景 看到了没有 超级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颜色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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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